大家好 今天老师要跟各位粉丝来谈谈本体感这件事情 什么叫做本体感呢 就是你对你自己身体的姿势在哪里 你有没有觉察 很多时候如果你不经过特别练习 你对你自己身体的姿势其实是并没有感觉的 比如说你做的时候老师因为你很用力 你就身体一直往前勤 然后勤久了以后你就自然觉得脖子很酸 然后久了以后就觉得连手都麻 还有就是我有这种毛病 我以前在办公室上班的时候 因为我的生活很紧张 所以呢 我就是在工作的时候 我都是一个很严肃的扑克爬脸 然后不自觉的就会把我的整个脸的肌肉都很紧绷 那紧绷了久了以后呢 你就会连脖子这边的都是紧的 这也会造成你的脖子痠痛的原因 然后你坐的时候你的屁股是不是两边权重是相当的 你是不是把身体重心外向一边 然后另外一边其实都很少用到 或者是尤其是你很爱翘脚的人 就是你脚坐的时候脚会交叉的人 这是很常见的 或者是你坐在办公室前面你的滑鼠 你的那个用滑鼠这只手 不管是左手或右手 你的手中没有支撑 所以你久而久之呢 因为你很一直在用力 你身体就歪向一边 这都是我们所说的本体感 那你要做好皮拉提斯的话 你也需要有好的本体感 但是有好的本体感呢 是需要练习的 那为什么说好的本体感非常重要呢 因为你没有好的本体感的话呢 你做再多的运动可能带来都是带长 让你的身体更累 肌肉更酸厚 然后甚至会受伤 举例来说很多男生喜欢做Bench Press 那假设这个是Bench Press的Bench 我做斜的让你们看 你做Bench Press的时候 你是不是这样子弯 OK 或者是你做那个重训的时候 你这样子弯的时候呢 如果你本体感不够 你很容易就用肩膀上方带长 你是耸肩 这样再拉 你不是用应该有的肩胛股上方这边的肌肉再拉 OK 那像我一开始做Bench Press的时候 我也找不到 到底用怎么样启动正确的肌肉 所以这就是老师的功用在哪里 OK 经过老师正确的指导呢 观察你的身体 他可以帮你找到你的问题所在 然后教你怎么样启动正确的肌肉 那今天所以除了要告诉大家怎么样启动 找到你正确的坐姿 让你的脖子不再那么酸痛之外呢 也要教大家怎么样放松 首先呢 你需要一个毛巾或者是一个弹力大都可以 那你把这个毛巾或弹力大放在你后面肩胛骨下方包起来 前面最好有一个镜子面对着 这样你自己才可以揪着你自己的姿势 那坐着 坐着的时候呢 你可以先转过来看一下你的镜子 在镜子的旁边你的身体是不是成一支线 头有没有前倾 肚子有没有突出来 OK 如果你检查都没有了以后 你再开始做 那坐的时候呢 好 坐的时候 确定你两边的坐骨的群重是一样厚 肩膀下压 然后感觉你在手往前推的时候 你后面肩脚骨再往后推 所以 鼻子吸气嘴巴吐气的时候 往前推 OK 鼻子吸气往后 嘴巴吐气往前 如果你自己每一个人做 你真的很难找到你的姿势 你可能很久都没有正确的姿势 就是 我不爬是你一开始的时候 可以靠着墙壁 靠着墙壁有一个好处就是 你知道哪边是你身体一直线的地方 如果你没有老师帮你纠正 那我觉得最好当然是有老师帮你纠正 但是如果一开始要练习 没有老师帮你纠正 你可以用这方式 然后就是找到正确的姿势 鼻子吸气嘴巴吐气 鼻子吸气回来 嘴巴吐气 鼻子吸气回来 好 你在靠着墙壁的时候 在这个姿势 你的后面下背的地方 是靠着墙壁 这个肩胛骨下方也是靠着墙壁 但是你的腰跟墙壁中间 应该会有个动 因为我们身体这个腰 应该会有个自然的弧度 最好的方式就是可以去上几堂皮阿提斯课 当做你的喀什 然后矫正你的姿势以后 如果你上的都很熟悉 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本体感以后 再开始做你的皮阿提斯训练 再加 然后呢我们今天还要来介绍的是 你如何自我放松你的斜脚肌 斜脚肌在哪里呢 我们之前很久以前介绍过 如何自我放松你的胸锁乳突肌 对不对 还记得怎么样找到自己的胸锁乳突肌吗 就是你把头斜过去 这边会有一条线头 你耳后一直往前到你前面的锁骨 这就是你的胸锁乳突肌 指头跟锁骨中间压下去把头转回来 你压下去的时候你应该会觉得 上下找一找 就在这条线 上下找一找找到有紧的地方往下压 好 往下压了以后呢 甚至你会觉得手有点麻麻了 如果你真的很紧的话 然后呢如果你觉得压到动脉麻烦你离开 这就是为什么你要自我按摩的原因 然后你不要头不要继续撤着头要回来 这很重要 好 那你鼻子吸气的时候 可以把眼睛眼球往下看 你应该会觉得那条肌肉有在抽动 嘴巴吐气的往上看 记得头不要动 只有你眼球动 所以鼻子吸气眼球往下看 嘴巴吐气 嘴巴吐气 眼球再往上 鼻子吸气 眼球往下 嘴巴吐气 眼球再往上 如果你很紧的人 你现在应该已经麻了 所以你换一个位置 OK 那这条肌肉是干什么用的呢 他我们之前介绍过腰这边的肌肉 对不对 他也是一条肌肉 应该是说三条 但是大致上原理都是一样 就是我们 他是连接我们脖子 跟肋骨或左骨这边的肌肉 然后呢 他是帮你干嘛 把前 偷往前倾 OK 所以你如果一直偷往前倾 比如说你常常看电脑手机 好 或是你常常脱背 你这一条肌肉就一直在用你 然后久之就非常紧 好 这一条肌肉很紧 没有办法作用以后 又会影响到另外一条肌肉 哦 就是体肩夹肌 所以呢 肌肉跟肌肉都是 息息相关的 你一条肌肉没有办法动作 你就影响到另外一条肌肉 然后 另外一条肌肉又影响到另外一条肌肉 所以就是有一个连锁反应 所以你一定要就是 试着最基本的 要把自己的姿势变正确 好 我们再重复一次 今天的斜脚肌的放松动作 怎么做呢 我们做另外一边 首先呢 你把头往右转 找到这个耳后 到胸前这一条胸左骨突肌 手指握着胸左骨突肌 往外侧稍微一点点地方 跟你的左骨的地方压下去 哦 这一条就是你的斜脚肌 OK 斜脚肌 找到以后把头抓 回来正中间 鼻子吸气的时候 把眼睛往地板方向看 嘴巴吐气 把眼睛往天花板上面看 或是你要上反应课 你试试看哪个你比较有感觉 通常 你有感觉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条肌肉在抽动 你指尖 因为你自己压着嘛 你指尖应该很有感觉 鼻子吸气 嘴巴吐气 鼻子吸气 嘴巴吐气 好 跟之前一样 我们讲过 就同一个点 轻易不要压超过30秒 如果你很紧的话 其实你大概压10秒之后 你就非常有感觉 但是因为这边很靠近颈动脉 你自己压你自己比较有感觉 如果你真的觉得压到颈动脉 就是那个地方好像有脉搏在跳动 请你避开 免得你到时候压完觉得不舒服 OK 好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如何放松你自己的斜脚肌 谢谢 功夫 多么 再聚找一张 -粒wood吃 -粒多米 -粒止 -粒